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爱丽 真没想到 你这钢琴弹得这么好呢 您太夸奖了 凯蒂哥 我记得你的钢琴弹得也很好啊 小的时候我们不是常常一起弹钢琴吗 小的时候弹得好 现在不弹了 你前两天不还弹呢吗 要不这样吧 你们两个人呢来个四手连弹 还八手连弹呢 就我那水瓶跟艾丽根本搭不上 什么水瓶搭不搭得上的 今天不就是个家庭聚会 大家就图一高兴嘛 你们两个人四手连弹 小姨我今天豁出去了 我给你们伴舞 行万姐 好好好 小姨 凯蒂 没关系 不用勉强凯蒂哥 伯父伯母 要不我弹一首你们最爱听的曲子 好 好好好 好好好 来 小姨伴舞来 别吓到我了 来来来 好 三位小姐 这是我们组的发行师 您要有什么要求啊 尽管踢 好 好 我先去忙了 一会儿拍到您的时候 我喊您 一会儿见 凯蒂哥 这么多年没见 我准备了一个礼物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凯蒂 凯蒂 还不快谢谢艾莉啊 艾莉啊 谢谢你啊 这个 这个礼物太贵重了 还是算了吧 凯蒂 这是人家艾莉的一番心意 你这么说多没礼貌啊 就是啊 凯蒂哥 你就别客气了 这个翡翠观音 是我特意为你做的 后面还刻着你的名字呢 是吗 让我看看 真的耶 你看凯蒂 后面还专门刻了一个笛子耶 真的是特意给你准备的 这不都说吗 南带关于女带佛 对对对 这翡翠真的挺适合你的 是吗 那个贾宝玉 她 她要是没那块玉的话 她 她还是贾宝玉嘛 姐姐 这个贾宝玉啊 她后来出家了 凯蒂 不许胡说 就是你胡说什么呢 是吗 来来来 把她戴上 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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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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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合时这个 凯蒂 戴上 你看 你爸都说你戴上吧 就戴上 真的挺好看的啊 真没想到 在这儿还能遇见 怎么样 最近还好吗 苏达 我知道你心里还在怨我生我的气 是我对不起你 可是我觉得我们的事都过去了 我们还可以做好朋友 对不对 我现在扩得比以前好多了 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话 就跟我说 三妮 我现在在工作 我会为你好好服务的 但至于其他的 我觉得我们没什么可说的 苏达 你知道吗 钱总他 他真的对我很好 他一直都在努力地为我运作商业的演出 我现在真的多了很多的机会 你爱听也好 我爱听也办 这些都是你给不了我的 而且我现在能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 我承认 的确我自私了一点 可是苏达 你明不明白 一个一人的黄金时间就那么几年 我必须要拼尽全力地努力 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 别动 你对我好 我心里都明白 不管怎么说 都是我不好 这样吧 这样吧 我这卡里有五万块钱 你拿去 密码你知道的 你什么意思 这钱你拿着 就当是我对你的一点补偿 别侮辱我行吗 不是 我给你就收下吧 不然我心里也不好受 你收下了 就代表你原谅我了好不好 以后 以后我们两不相欠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你现在出了钱 你脑子里还有没有点别的 不跟你说了 你瞎了你 你瞎了你 来来来 艾利亚来 坐这儿 好 谢谢伯伯 黄凯迪 吃饭了 来了 这么多好吃的呢 快快快 开坐 来来来 今天啊 我们全家欢迎你 欢迎你回国 以后呢 这儿就是你的家 想吃什么呀 跟我说一声就行了 谢谢伯伯 还有我 还有我 欢迎你啊 经常到我们家来玩 谢谢文阿姨 你可别叫我文阿姨啊 这要不知道的还以为 五五六十岁了呢 以后啊 你就跟着我们家凯迪叫我 叫我小姨 小姨 这个菜都凉了 咱们就开动吧 对对对 来 开动吧 快吃吧 艾利亚 快吃 喂 我打个电话啊 来来来 快吃 好 谢谢 你知道吗 这些啊都是我姐今天 特意为你准备的 喂 初达 你别着急 我马上过去 爸 妈 我有点急事 我得出去的 不能陪你们吃饭了 什么急事啊 艾利还在这儿呢 非要现在出去啊 我真的是有急事 我回头跟你解释 艾利 抱歉啊 你别去找雷苏姐啊 这孩子太没规矩了 艾利 咱们不等他了 快吃 吃 小苏 你牙没问题 就是有点炎症 我刚才已经给你上了药了 回去多喝点水 休息两天就好了 我这牙啊 就是一个黄海地 他们家人跟您闹着的 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它 你看你们俩现在 都互不相欠了 你就让自己啊 开心一点 把这些事都忘了 其实 其实我真不知道 我跟黄海地的问题 出在哪儿 他人真挺好的 他很善良 对我也很体贴 可就是他们家人 我 我一不想占他便宜 二不想赌他们的家产 他们家人干吗 把我想那么坏啊 这些都是你人生道路上 一点小小的经历 别太往心里去 周医生 你别看我平时大大咧咧 其实有时候 我真想得挺多的 好 好 几位 不就是碰了一下车吗 何必这样 何必这样 你知道钱总那车值多少钱吗 车我看了 就是被化妆箱碰了一下 没那么严重 没那么严重 钱总可是咱的投资方啊 投资方明白吗 苏达我告诉你啊 你事大了 我又不是故意的 你还敢故意啊 好了好了 我明白了 要多少钱开个价吧 这还像句话 钱总 要不您看看 都是孩子 也不是故意的 要不您抬抬手 行了行了 这破事真有闹心的 我的人就不爱计较 就十万块钱 记住了 今天晚上之前 送到现场 我就让个小子走 不是 你这十万块钱 我 福大 好 十万就十万 一言为定 我看你去 凯迪哥 福大 听我的 好 周医生 跟你聊了那么多 我心里好处多了 其实呢 我挺佩服你的 你说你一大男人 又当爹又当妈 把带带到十八岁 还把他教育得那么好 你还真是一个 有责任性的好爸爸 带带是我的亲女儿 我对她好都是应该的 你刚才聊到你那个后妈 我觉得你的后妈厉害 从小把你带带 还跟你建立了 这么深厚的感情 这种后妈不多见 她绝对是后妈中的极品 她对我啊 真比亲闺女还亲呢 是啊 身为父母 为孩子做点什么 都不会觉得委屈 你让我把带带带那么大 我只要看着她能够健康地 快乐地成长 我觉得做什么都值了 带带也经常跟我说 爸爸你考虑一下 再往前走一走 如果我要真考虑这件事的话 带带的感受 我必须得放在第一位 明白 完全理解 快点行吗 好 黄先生 您这可不是普通固件啊 十万块钱您就出手了 这什么固件不重要 赶紧给我拿现金 我等着急用呢 钱不是问题 不过咱这买卖可是你信我信 你可不能回头再找个后餐了 不会 快点 太好了 我马上给您拿钱啊 马上拿钱 来 来 我现在 sabemos 我现在还没给你 臣子是她的 就是一件事 没有人都很重要 你还能够 我都想想想想想想 我那天知道 我每天都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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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我还你 而且 你现在又跟我姐分手了 我就更不能花你的钱了 我跟你说的就是这个事 这钱呢 我说被我女还了 但是 并不代表是白白给你的 首先呢 你姐要跟我分手 我是坚决不会动你的 我黄凯迪喜欢谁 我心里有数 我不瞒你说 我跟你姐交往之前 我也接触过一些女孩 但是直到跟你姐在一块 我才发现 她对我是最真诚 最纯粹的人 走到现在 我还记得我们俩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爱是水堵 爱是相遇 看过紧着的消息 那天 我跟几个朋友打赌 他们说如果我假装丢了钱包 上街去找陌生人借钱 一定不会有人借过 我不信 那张小银 那张小银 小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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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站在这里 爱上了你 自从想的美丽 一缕从心底飘起的雨 风中摇曳 后来 我的天使出现了 而我也做了我人生中 最重要的一个决定 追求她 不好意思啊 我钱包丢了 能不能借我十块钱 给我坐车回家 十块钱 别扭车啊 想像爱是简单 爱是水滴 爱是夏日 我紧着的消息 想像是平淡 爱是晚 新链 爱是风雨之后 依然面对等 全给你了 所以说啊 苏达 我对你姐是认真的 我这人实际上有好多的毛病 我的家人对你姐 有很多的误会 但是我不想 因为这些事我就错过你姐 你能明白吗 明白 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对我这些好 但是我觉得 这一呢 可能说起现在工作压力 本来就比较大 二呢 是你家人确实给了她太多的赐予 所以我觉得 我姐这一时半会儿 是不会原谅你 所以我需要你帮忙啊 你现在应该站在哪一边 你心里应该清楚 不是不是不是 你又要我帮你了 不是 那 那我还是还你钱吧 我觉得要想让我姐回音转意 怕是比赚够还你的钱还难 不是 苏达 你就最后再帮我一次 能怎么样啊 姐 这个艾莉啊 真是挺不错的 长得又漂亮又懂事 比那素检强多了 姐 你这回和姐夫回来了 你们就慢慢地管教管教凯迪 这时间长了 也许她就能和艾莉好了呢 凯迪啊 我倒是不担心 她现在虽然不能接受艾莉 但是要给她们时间 让她们互相了解 慢慢会好的 我现在倒是很担心你 我 我不挺好的嘛 我是你姐姐 我还不了解你啊 一天到晚地在外边 喊自己是80后 你真把自己当成小姑娘了 我可告诉你啊 比你年轻得多的是 要想成名啊 难着呢 我倒是觉得呀 你现在应该考虑考虑 你自己的归宿问题 尤其是你现在这个年龄 姐 我自己有打算 有你的打算 什么打算呀 快告诉我 是不是有男朋友了 算是吧 什么就算是吧 到底是不是啊 谁呀 她 她是个牙医 牙医 谢谢 女士 你好 麻烦把这张表子填一下 然后我帮您安排医生 有英文的吗 英文的 没有 那怎么可以 我要英文的 要不这样 女士 我把这上面每一个字 都标注成英文 这样就好方便您填写了 这怎么可以呢 表格上所有的内容 是我亲自填写的 你给我填写怎么可以呢 那 要不这样吧 我把这上面每一项 都用英文问你 你只是问我 我帮你填写的 不可以 你问我答 你替我填表 我怎么知道 你翻译得准确不准确 更何况这里边的内容 我都不知道 这样很难保证我的治疗 难道你们的诊所 就是这样被客人服务的吗 女士 你别着急 我帮你想想办法 你等我一会儿 等你一会儿 我的时间是很宝贵的 填章表就这么麻烦 你们的诊所太差了 去吧 蜜蜜啊 什么情况 周医生 这位女士说她 她填不了表格 你好 我是这里的负责人 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吗 你就是周医生 是 周东风 是这样的 我想要一份英文表格 可是你们的小姐说 没有 英文表格有 只是没有打印出来 在我的办公室的电脑里边 咪咪 赶紧去打印 好 不好意思 让你久等啊 这还差不多 来 请 好了 等二十分钟啊姐 好 好了 您的牙洗好了 好 您就可以起来了 好 看看 满意吧 很好 您这两个要注意 不要吃过凉子 刺激性强的东西 还有茶呀 咖啡呀 也尽量少喝 好 谢谢你 周医生 没事 没事 我对你的诊所很满意 以后啊 我每个月都要到你这儿 来洗一次牙 每个月 怎么 你不欢迎吗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洗牙不用那么频繁 常洗洗牙不是很健康吗 而且 我要做你的忠实客户 我想一次性把这一年的费用 全付给你 你看行吗 这不是费用的问题 通常我们正常的人 应该是半年或者一年 洗一次牙就足够了 当然您那么慷慨的客户 我更欢迎啊 但是不科学的洗牙呢 会让你的牙不好 所以为了您的牙健康 我不会那么频繁地给您洗牙的 凑姐 我知道 你心里还得生我的气 但是我想跟你说 不管我家里面怎么看你 也不管我家里面怎么说你 我黄凯迪对你的真心 是永远都不会变的 今天 我跟你送一个这样的礼物 凑姐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这是我黄凯迪 为了你磕掉的两颗牙 我就是要用我的两颗牙 来证明我对你的爱 我对你的爱是真心的 黄凯迪你又想干什么 素姐 答应我 跟我重归于好吧 姐呀 你就答应她吧 你看她这么真心 你就别再添乱了 我和她的问题没那么简单 我们的问题很简单 素姐 就要你肯原谅我 什么都不是事 我的家人 根本就不是障碍 那什么是障碍呀 那以后我就定期地 到你这儿来做牙齿健康保护 非常欢迎你 谢谢 一会儿您离开的时候啊 到前台去拿一张保健卡 您来之前打个电话预约一下 就OK了 好 根据您的特殊情况 我会单独为您出具英文意见书 好不好 你不会嫌我事多 太麻烦了吧 怎么会呢 为顾客提供最好的服务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事 那好 咱们下次见 好 我不留您 好 慢点慢走 留步 再见 好 文女士啊 文女士啊 黄大少爷 黄大公子 黄大帅哥 我倒是想问问你 你身上穿的这些名牌 哪一件是你自己打工挣钱买的 你从头上喷的发胶 到脚底下穿的袜子 都是拿你家里人钱买的吧 你这说好听了 叫富家少爷 说难听见你就是一骨灰鸡啃老族 外加超大号寄生虫 就凭你这么一人 你有什么资格让别人跟你谈婚乱嫁呀 再多说一句呢 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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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呢 我说什么了 我怎么不能说呀 黄凯迪 苏姐为什么不喜欢你 你有没有好好想过呀 她就是不愿意找一个不务政业 有所好奇的人过一辈子 就你这样 别说磕掉两颗牙 你就算把所有牙都磕掉了 苏姐也不可能跟你 大大 凯迪 我和你分手并不是因为你是个坏人 而是因为我真的没有安全感 你想一下 如果你离开了你爸妈 离开你的家 你还剩下什么 你能不能不要一直像个长不大的孩子 能不能不要再那么幼稚 是 我明白了 苏姐 今天你说的每一个字我都记住了 我会证明给你看 我就算离开了这个家的知识 我一样可以好好地生活 我要让你明白 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改变 你等着 凯迪哥 凯迪哥 苏达 有你的啊 你把你姐撇到这儿 跟黄凯迪演这出戏 我要是不来的话 黄凯迪指不定干出什么事呢 不是 你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就出现 你臭人啊 这就是我跟我后妈的缘分 懂吗 是吧 后妈 这是我跟你们列的明细单 那您请坐 我希望你们公司在执行方案的时候 严格按照我的要求 来制作我的广告 并且把每一项支出 都给我写在这张明细单上 程女士 如果按照您的要求来操作的话 那整个广告的成本都会上涨 我们公司接了您这项目 就几乎没有盈利 那就相当于这广告排送给您了 你这是什么话 我是你们的客户 我当然有理由提出我的要求 我给你们的费用比你们的预算 多了百分之一 为的就是让你们按照我的标准 来完成我的广告 是 可是我们也不能做赔本买卖啊 我们公司也没有这样的先例 还有您看 您现在就让我们出具费用明细 我们公司一直以来都是按照整个方案 来出预算的 因为具体到每个项目的实施 都会有所偏差 就算现在给您出了也不够准确的 对对对对 是啊程女士 您看您给我们多加的那个百分之一吧 它确实够不上这么大的一个制作 就是这点钱 您说让我们办这么大的事 您也得替我们考虑考虑不是吗 咱们是做生意吗 不都讲个互惠互利吗 这件事情我得跟你说清楚 我给你们多加那百分之一 不是让你们私下分的 是让你们一点不浪费的 都用在我的广告上 小雅雅 这回姐姐相信你了 没看透人 姐 你是不是也觉得她确实是个好人呢 是啊 艺术高明 一得也好 最重要的是啊她不贪心 而且有一定的经济能力 我相信 你跟她在一起啊 一定会很幸福的 我也这么觉得 好了 我不吃 不过呀 我可是听说 她离过一次婚哪 那都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 那时候她的前妻特别想出国 所以就把婚给离了 在这之后呢 她都是和她女儿一起过的 她还有个女儿啊 她女儿都已经十八岁了 而且啊 这孩子 她都将给自己找个后妈 姐 你看 我本来呢 最喜欢孩子 又加上我的亲和力 我肯定能和她相处好的 那倒是 结个婚的男人呢 细腻 而且知道怎么疼女人 如果你们俩人真的在一起 那我也就放心了 姐 我们俩的事还没定了 没定了 是你没定了 还是她没定了 我当然是看好她了 可是 你也知道 我都这么大年纪了 可是在娱乐圈 一点名气都没有 可是周中峰不一样 她在她们那个圈 是数一数二的医生 我如果 就这样跟她谈恋爱了 那在身份上 是不是有点不太般配啊 她一定会想看我的 臭丫头 想说什么呀 你就去说吧 姐 还是你理解我 其实我呢 就是想把我的知名度啊 提高那么一点 就提高那么 点点就行了 这样我将来跟她在一起 她就不敢欺负我了 是不是 那你打算怎么提高呢 你看我在这娱乐圈里 都这么长时间了 她从来没有一个正式的新闻 发布会呢 所以我才一点名气都没有的 我明白 你是想让我给你开个新闻 发布会对不对 开个发布会倒不是难事 重要的是啊 你得有新的作品才行啊 感觉她的伤害 那个程女士 也太难对付了 是啊 我也没想到 这个女人怎么这么刁呢 苏简当初说了 不要和这姓程的合作 可您偏不听啊 非看中的1% 现在可好 这要什么 赔了夫人又折兵 退了原来的客户 我现在这百分之一都挣不到 我说你别在这叨叨了行不行 你怎么就知道说风凉话呢 你这样吧 你尽力满足他的要求 最好赶紧把这个单子 应付过去再说 我可应付不了 就按照他这个要求 您再多加我百分之一 我也应付不了 那哪行啊 你别把公司的案子给做赔了 这责任我担不起 这单生意可是您应的 跟我没关系啊 我没关系 何佳 想办吧 想办吧 能解决这事的 只有苏简了 你想啊 这个页面一直由苏简来负责 他和很多合作商的关系 都特别好 就是让他去求人家 把这成本压低了 我们才能保留这单生意不赔 是这意思 好 赶紧给苏简打电话 叫他静官来公司 这个案子还是让他接着做 你还让他坐着干什么 你快去啊 好嘞 快快快 何佳 我知道了 那这个事情你总得让我考虑考虑 行 我争取想出一个最佳解决方案 行了吧 拜拜 后妈 你不能帮他去做这件事啊 我不帮还能怎么着啊 现在在你爸的消极退缩和你前妈的积极禁局之下 这个事已经成定局了 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了啊 我总不能真去得罪我们公司吧 不行 我就咽不下这口气 那你还想怎么着啊 反正我是有办法 反正我是有办法 看我后妈的态度 黄凯迪已经基本上出局了 我后妈回心转移的可能性不大了 但也不能大意 要随时准备打击黄凯迪的嚣张起言 至于怎么对付我那霸道的前妈 现在还苦无良策 不过 会有的 因为老天爷也会看不惯我前妈这种行为的 曹老板 唐一 非常非常准备 薄能打击 那么 合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秀 来来来来 快走吧 请坐 请坐 这屋两个开空槽了 小刘 滴烟 淒茶切西瓜倒咖啡 太好了 你看你又变漂亮了 你看这个 我觉得你不错呀 太好 好样的 为了咱们公司的利益挺身而出 不讲价钱 是吧 你 你就可以说是咱们公司的 大功臣啊 主管 你这么说的 我脸上都快刮不住了 我就是一打工的 好好工作呢是我的本分 能做多少我就做多少 是是是 对得起我拿的工资 那就心安理得了 所以我没想当什么忠诚 去慷慨父子 你也别把我夸得那么英勇忠烈了 我还要去忙了啊 别别别别 你快回来 你快坐 你坐起来你坐的 不是吧 我应该夸 我太应该夸了 我高兴 是这样 你就是咱们公司的金国英雄 你可以说是沐桂英 你就是花木兰 你就是梁洪玉 你就是潘金莲 谁 呸 潘金莲来干什么 讨厌 你就是刘胡兰 是这样的 主管 我知道 你就是为了让我去对付那姓程的是吧 不需要把历代的妇女代表 都给搬出来 那些资料呢 我也已经看过了 这条件还真挺严苛的 好在也不是没有空子可以钻 回头呢 我找几家 我们比较熟的合作单位去聊一聊 尽量把成本给压下来 应该没什么问题 真的 真的 好吗 好吗 你好吗 你好吗 我就好吗 太好点了 不是 我有点激动我高兴的 我的意思就是想说呢 这个你男朋友 要是再来了办个婚宴弄婚房啊 没问题 有我给你兜着 主管 你要再跟我提她 你信不信我现在立马回去继续休假 我信 我错了 你说刚才我点着让小刘上的这些东西 怎么一个没上来啊 小刘 那个七茶碧烟 请洗一会儿当咖啡 歌曲来自唱愚蓝 当冰角露出几根白发的时刻 看自己还思念少时的轻狂 当清晨面对太阳的时候 问自己是否忘记了初衷 当疲惫起始内心的时候 围绕你点燃黑暗中的烛光 当清风渐渐吹起的时候 拥抱着迎接另一个年龙 当清晨的弧弦变成沧桑的月 你却依然选择与我并肩 你却依然选择与我并肩 我占找一棵树 为你遮挡风雨 谁当不知 模糊了我的视线 当清晨的浮现 变成沧桑的月 你却依然选择与我并肩 一棵树 一棵树为你遮挡风雨 直到固执 模糊了我的视线 我真是想要选择与我并肩